民進黨立委高嘉瑜的外婆 在日前施打了第二劑的莫德納疫苗 一週後出現了血栓等症狀緊急送醫 高嘉瑜表示 外婆的血栓在腦部 有恍惚記憶不好的情況 家人也認不得 原本能夠自理生活 如今還需要家人照顧 打疫苗最怕的就是引發血栓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的外婆 日前接種莫德納第二劑 不到一個星期竟然出現血栓 緊急送醫 跟之前的差別 就是說可能精神狀況比較不好 然後比較恍惚 身體比較虛弱 高嘉瑜表示 高齡80歲的外婆 有輕微高血壓 不過過去身體都相當硬朗 生活都能自理 甚至還會去廟裡做醫工 但在出現血栓後 經常忘東忘西 甚至連家人也認不得 很多事情 可能記憶力也退步很多 剛發生的事情 她就已經忘記了 家人就非常的擔心 打莫德納出現血栓 最近沒有生命危險 對此指揮中心也做出回應 這個我不清楚 我要再了解 身體健康的外婆 接種完疫苗全變了樣 高嘉瑜說 一開始外婆還不想打疫苗 因為她又覺得說 好好的幹嘛打 那家人也是勸她 就是說 打了對身體比較好 比較不會受到 這個疫情的影響 沒打沒事 易打出事 但目前人無法判斷 血栓和接種疫苗也無關聯 或許還要持續追蹤釐清 記者林信憲彭新美台北報導